欢迎捧场照理说事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咱们国家自从2010年起就超越了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最近这十年间 中国的经济增速也总体上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市场 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的缩小了 根据一组最新的数据 当前美国的经济增速仅为1.5% 并且美国的相关经济组织也预测 未来六个月内美国经济增速还可能进一步放缓 甚至可能降至1% 其实不仅仅是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 还有很多本该进一步加速发展的新型经济体 也被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放缓所影响 比如印度 印度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为5% 虽然这个数值看起来并不是很低 但是距离市场预期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 而且还创下了自2013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记录 相比之下 中国的经济发展步伐却依旧稳健 虽然也受到了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 但是央行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 很有效的将这种影响降到了最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一组数据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GDP为45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6.3% 而且根据央视的一系列数据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也是稳中有进 同比增长了2.8% 这个数值当中出口贸易所占的比例更大 增长了5.2% 很多国际机构也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表现 预测了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 平均预测的数值是6.1% 最高预测值是6.5% 从这组数据也可以看出 国际上普遍认为全球经济放缓 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 除了直接的经济增长数值 还有另外一个指标 中国的表现也很强势 那就是国家品牌价值 这个指标并不能单纯的用某一个经济现象来评定 它的确定会参考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国家品牌的宣传 国家的竞争力 文化产品的影响力等等许多因素 所以这个指标还是具有很重要意义的 2019年中国国家品牌价值达到了19.5万亿美元 位居世界第二 同时也增长了40% 能有这个成绩还要归功于很多原因 不过这些因素当中很突出的 就是华为的5G尖端技术 阿里巴巴持续增长的全球电商市场地位 还有中国工商银行的品牌营销战略等等 反观美国其国家品牌价值增速仅为7% 到目前为止 排名第二的中国国家品牌价值 跟第一名的美国之间的差距 已经由原来的12万亿美元缩小到了8万亿美元 足足减少了三分之一 相信在未来 中美间的经济差距 还将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进一步缩小 甚至最终实现反超也是存在很大可能的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